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准时开张 叮咚 Hello 今天是4月17号 礼拜六 我是加扣蒋伟文 是的 又是个礼拜六 还有个礼拜天 太好了 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你上次好好的痛哭一场 是什么时候 说痛哭呢 好像有点夸张了 但是上一次呢 我大概连续哭了5分钟了 是因为看了一部戏 连续哭5分钟哦 然后蒋夫人还把我拍下来 因为他就有哭太久了 最好笑的是 这5分钟里面 有最后的3分钟 我的哭啊 的原因呢 是说是感觉说 终于有一部国 就是台湾自己制作的片 赢过韩国了 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剧嘛 我喜欢听韩国音乐 喜欢看韩剧 追韩剧这样子 追韩星 那当然 喜欢看韩剧 他拍的好啊 拍的好看啊 编剧编的好啊 拍的很细腻啊 埋梗埋的很深啊 男的很帅啊 女的很漂亮啊 音乐很好听啊 太多太多了啊 然后最近我看了这部台湾制作的戏呢 很深刻或者留了很 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有很多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啊 或者可能初恋的回忆 或者单单恋的回忆 在那个中华上那边很红嘛 那么看电影的啊 有逛街的啊 什么一大堆 所以大家对那边可能印象很深刻 可是对我来讲 那时候我正好没有这个回忆啊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被吸引到 所以等到这部戏的那个完结片都出来 我就开始看 这部戏呢 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然后这个戏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 它是应该是在公共电视台 公共电视台制作的 然后我是在Netflix上看到的 那男主角是庄凯勋 然后女主角应该算孙俗妹吧 然后改编的作家是这个无名义的同名小说 1980年代的台湾的台北市中华商场 那个荣景就重现 当时就说是请韩国公司做这个特效 那看了以后 当然当时 我不是因为这个特效去看的 那是因为蒋夫人对这个中华商场很有感觉 很有感情 很有很多回忆 所以他就要看 我就陪他一起看 就第一集看下去 第二集看下去 一直看看到最后一集 爆哭五分钟啊 实在演得太好了 编剧变得太好了 这部戏实在太好看了 最后的三分钟哭出来 那眼泪流满脸了 而且我还边哭边讲 终于有一部戏可以赢过韩国了 然后蒋夫就把我拍下来 他觉得我实在太好笑了 但是他也哭了 因为这部戏真的很好看 那你要问我说 到底好看在哪里 第一个 当然庄凯勋 演男主角 他演这个魔术师 演得真的很有个性 很有那感觉 但这部戏 我觉得灵魂人物 绝对是孙淑美 再加上三个小朋友 或是很多小朋友 这是里面有最突出的三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叫小不点 在这戏里面 他叫小不点 然后是李懿乔所演的 你眼睛活灵活现 转动的样子 然后想事情 他演一个小学生 那个小朋友的个性 实在演得太自然了 因为尤其我自己有小朋友 所以我看到戏里的小朋友 他怎么这么自然 就真的像我小孩 每天的那种 讲的话 每天耍赖的样子 每天跟大人顶嘴的样子 这演得太自然了 然后另外几个他同学 也都是演小朋友 比如说阿盖跟阿佩 这真的演得太像了 会让我回想起来 前一阵子有一部 外国美国的剧 叫做怪奇物语 Stranger Thing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也是致近80年代的一些电视剧 像ET这种的 都是小孩子的戏 有没有 就是外星人的ET 所以那部戏 让我觉得小孩子演得好好 现在小孩子里面那种 同学之间的那种感情 小时候你们好朋友之间那种感情 没有任何被大人的世界 污染的那种感情 特别的纯真 这部戏天桥上的魔术师 就完全有这种感觉 小朋友之间的感情 跟他的表现 小学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小朋友 演得有够自然的 我不知道是演员 是演得有这么好 还是导演功力真的很强 很会倒他们 就真的太棒了 这个戏你会跟着他们的 整个主角走 那讲讲孙淑妹好了 孙淑妹其实我看到第二集 我还不知道他是孙淑妹 因为其实我对这部戏 因为没有抱持这么大的期望 所以我没有去看说 到底演员是谁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孙淑妹有演 但是他这个角色 他是演一个妈妈 他演这个小不点的妈妈 然后他也是中华商场 桥下的一个专门卖皮鞋的 一个老板娘 就留着一个爆炸头 然后讲话非常台 台语很溜 然后当然会夹杂一些 很台很粗俗的话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看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孙淑妹 我看到第二集 蒋夫人还问我说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说我不知道 很厉害的演员吧 你看不出他谁吗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真的叫不出名字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只觉得他演得太像 这个角色了 演得太好了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 他是孙淑妹 真的很佩服 然后里面 其实每个演员 都是演得很棒 包括庄凯勋 他演这个比较奇幻的一个角色 他那个个性 就完全不会让你出神 整部戏 你不会有一刻觉得说 这是演的吧 或这是假假的 或是你在有时候 有些戏 特别是这种特效的戏 你会有点出戏 就是他为了把特效弄得逼真 也许演员没有跟上 这个特效的感觉 或是要演那个年代 可是某些东西不像 或是某些讲的话 或是人的个性 没有那种感觉 你就很出戏 这部戏才十几集 可是我记得十集吧 我忘记十几 十几十几 非常让你入戏 每一分每一刻 而且在1980年代 那个氛围下面 不管是用的东西 人讲的话 还有在中华桥下 那些商家 当然我没有那个回忆 可是我是觉得很真实 拍的真是太好了 你看一看 你看最后几分钟 你有没有像我这样哭五分钟 最后那个戏实在太让人飙累了 前面的两分钟 真是为了这部戏 编剧 然后小孩也认真是太好了 感动到流眼泪 流眼泪后面真是觉得 总算有部戏 我觉得真的强过其他国家 太厉害了 好不好 拍拍手鼓鼓掌 好好宣传一下 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天桥上的魔术师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 钻石女生 Lara 梁欣怡的这首 《戒掉你》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1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佳寇 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 我讲了一道菜 出自于世界第一美味的 料理法一百道 那一天 其实我是很感觉 随便从书架上 拿了一本书出来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我也没有访问过 他是个日本人 叫好饿的灰熊 这本书其实是出版社送给我的 然后后来我回去 好仔细翻了一下 这本书其实很有趣 他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然后做出来 保证他觉得很好吃的料理 这样子都很简单 所以说太简单了 我今天可能要讲了 一两道这样子 打开回去试试看 比如说你家里 如果有一片起司 然后你有点饭 你家里有酱油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一道 起司烤饭团 而且很简单 而且一定好吃 就是直接把那个饭粒 你直接用饭 用手把它饭 捏成像这种 玉饭团的三角形 你知道像我们去日式料理店 吃那种烤饭团的样子 你用手把它捏成那个形状 当然你手要稍微抹一点盐水 让手湿湿的 然后这样去捏 不然你手上都是饭粒 很难捏 捏成那个形状以后 你在这个三角饭团的单面 就是某一面 淋上酱油一小匙 稍微把它刷一下酱油 然后在有酱油那一面 再盖上披萨用的起司一片 当然了 这个烤起司饭团的好吃与否 跟好吃的程度 就在于你铺了这一片起司 它的品质如何 品质越好 你自己越喜欢吃起司 它烤出来风味越好 品质越差 越比较普通的起司 烤出来就平平的感觉 那这个把它铺上去以后 就直接在烤箱里面 放上铝箔纸 然后就把这个上去烤 烤个六七分钟 直到起司变成微焦的状态 这个起司烤饭团就完成了 上面可以撒一点parsley 然后就直接这样吃 非常好吃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叫做腊油微心炒饭 这我在家里看了以后 我试做 我觉得真是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饭的 可是做了会觉得很有趣 跟大家分享 他先用鸡蛋 把一颗打散的鸡蛋 跟腊油就是红油 倒进两大匙 跟鸡蛋一起打散 只有一颗一起打散 所以其实这个蛋液上面 就浮着腊油这样子 然后在大火加热过后的 平底锅里面放下两大匙的油 不管是橄榄油还是菜油 什么都可以烧热它以后 以旋转的方法 就是你这个碗 你倒蛋液下去的方式 用旋转的方式 就是有点旋转平底锅 就是画圆圈的意思 倒进去 然后这个蛋液一倒进去 因为你锅子很热 蛋液倒进去 蛋液就开始起泡 然后旁边就开始浮起来 就开始要煎 煎成半熟的样子 这个时候赶快把你的白饭 大概200克 也就是一大一碗的白饭 直接盖上去 然后用汤勺底 把那个饭粒 因为你饭粒盖在 那个正在成型的蛋液上面 而且这蛋液上面 什么都是辣油 有没有 你直接用汤勺去压扁这个饭粒 然后快速拌炒一分钟 那饭粒松开来 可是会粘到很多蛋汁 然后松开以后 跟着蛋稍微炒这一分钟 然后加上胡椒盐一小匙 这一道辣味维辛炒饭就完成了 很奇妙 你吃吃看 蛮好吃的 当然上面你可以擦一点葱花 一些香菜什么都OK 是不是很简单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叫做蛤蜊巧达意大利炖饭 今天就连续讲三 那太简单了 你在平底锅里面 先加入蛤蜊100克 就拓好沙的蛤蜊 100克 然后在平底锅 加100克的蛤蜊 然后再加白酒或任何酒 100cc加进去 然后把它煮上盖子煮 大火煮个两分钟 让它开 开那个就是蛤蜊把它打开来 开了以后 你就直接在锅里面 你这个里面是酒 对不对 不管是白酒 或是是米酒 或是清酒 把这个蛤蜊给它煮开来了 然后开盖 加入牛奶100cc 鸡汤粉一小匙 再以中火慢慢的让它煮 小泡泡这样滚 然后加热两分钟 直到它沸腾 这里面有什么 打开的蛤蜊 然后有刚刚的酒100cc 然后还有100cc的牛奶 还加了鸡汤粉 给它调味 然后最后就把白饭倒进去 搅拌一下 撒一些parsley 其实蛮好吃的 蛤蜊巧达意大利顿饭 就这么简单完成了 三道简单快速的料理 收录在这一本 世界第一美味料理法100道 可以试试看 谢谢我们的好饿的灰熊 好的 今天特别来宾 我还是第一次访问他 他这本很少有带烘焙出来 让我看了很久 这本就是拍得太漂亮了 而且每一个蛋糕 面包 或是他做法 都是从最基础的教你 然后再走向装饰 变化 像这样子 这种新手零失败的烘焙 道理书 我们讲工厨房 特别欢迎 欢迎我们的作者 郭世宏老师 老师你好 伟文好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世宏 世宏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我看你这本书里面 对你的简介来讲 你从2007年 就有开始参加一些比赛 得到奖 比如说2007年是 FHC的上海国际烹饪艺术大赛 然后是四盘甜点的展示 得到银牌 然后陆续的08年 14年 16年 17年 到18年 都一直在比赛 也陆续拿过很多奖 不管是金牌 银牌 我们都拿过 参赛的经验蛮多的 通常都你 其实现在还有参赛 因为现在都是跟着学生一起吗 是 我其实 因为其实在学校里面 然后我们必须要带 就是都是会有 要带学生去比赛 那我们现在 我们希望可以自己带头 然后我自己也要下去比赛 然后带着学生 一起可以参加 老师你现在是 宏国德林科剧大学的 餐饮系的 这个老师系主任的教授 助理教授 所以说会带学生去比赛 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个重点 说你自己也要下去比赛 对 这种 以前 自己不做助理教授 或自己不做老师 就是个人去参赛 会比较轻松一点 现在有那种学生压力 学生看老师去参赛 会不会有一点不同的压力 那其实 以前我 其实我还没有当老师前 我是在这个 业界 我在饭店做 那其实在饭店的时候 我们工作都很忙 根本没有时间去参加比赛 那有这个机缘下 那我在美国工作 回来的第一年的时候 才有机会 然后学校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 这个2007年比赛的时候 是我回来台湾了以后的隔一年 而且这个比赛呢 是两个礼拜前 然后学校就给你通知说 你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 第一次接到这个比赛的征召的时候 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那时候是非常 我就很慌张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 对 然后而且是两个礼拜以后 我就要出发了 对 而且我要比赛 我还得要 也是要带着学生一起去比赛 对 对 然后我就赶快用 我就是之前在饭店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然后我自己赶快去想 因为第一次没有比过 所以我就 因为他又要出 赤盘甜点 所以那时候是 其实是相当慌张 对 那不过真的是运气很好 然后还可以让我有 当时带多少学生去 你记得吗 当时带十多位 那带学生去的原因是因为 校方希望学生可以 也得到经验 透过老师 透过老师这个比赛 也可以了解说 比赛怎么情况 然后是不是比赛完 你要跟学生分享 你是怎么去设计这些东西 对 那其实在设计这个 磐寺甜点的时候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 主要的一些要素 比如说你的主体 然后你的sauce 其实跟西餐比赛 是就很像的 然后还有再来你的garnish 就是你的一些装饰 装饰物要有什么东西 这就是必备的 了解 像郭世宏老师 其实刚刚他提到 他之前在学校之前的 这个经验 其实也很丰富 不管是在亚都立志 在这个浮棚喜来登 或者新竹的国宾 桃园中信酒店 甚至在美国洛杉矶 这个Limei的food company 做这个点心的主厨 都在点心房 都在做烘焙 所以不管是在当初 在业界里面就做事 然后或者是到现在 在学校里面教学生 其实经验都非常丰富 包括了去比赛这个经验 然后这些经验以后 今天带来这本书 其实已经不是你 这已经是你 大概第十本以上了吧 对这本是我第十一本的著作了 这第十一本著作 他的书名上面写 新手临失败 我翻了以后发现 这阵子集结了 不管是在商业的工作的环境 再加上比赛的经验 再加上带学生的 种种的合菜起来的一个 非常适合大家来看的一本书 有关烘焙的 所以待会广告休息回来以后 我们就来 一一的分析一下 这本新手临失败 一次学会人气常温蛋糕的 这个基础以及变化的 装饰变化这本书 别走开门回来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 已经出了十一本书的 郭世宏老师 郭老师出了第十一本书 这本书又回归 新手临失败这几个字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 出了十本以上的书 第十一本 到底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想跟这个读者分享呢 那其实这本书 在我的上一本书呢 其实已经在2013年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了 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那其实在这个2013年前 我出了十本字 那车子里面的 大部分外乎很多 都是一些法式甜点 因为我主要 我之前是在业界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 都是以法式甜点为基础 对 然后这本书的时候 那其实已经出很久 那其实在出这十本书 其实已经真的不晓得说 我还能出什么书 十本很多 能够做甜点都差不多了 对要做的其实要装一些装饰 然后就是在几个月前 因为我这本书筹备很久 然后有一个主编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计划书给我 他就说这本书非常适合我 让他找我 然后他这本书就是有希望从读者的角度 然后又是初学者的角度 然后去做一个发想 然后那现在最其实现在坊间流行的都是以常温蛋糕为主 对所以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们节目中很多爱做料理的也有爱做烘焙的很多爱做料理其实听不懂什么是常温蛋糕 常温蛋糕其实就是讲 我指的就是我了 什么是常温蛋糕 常温蛋糕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放在室温下 你不用冰在冰箱 就可以室温的蛋糕 了解 就像我们如果去买红叶蛋糕 他就要放冰箱 常温蛋糕是不需要放冰箱的 比如苹果派 他不是他是派 对不对 他是派 有没有什么蛋糕你可以讲出来是 我们大家一听就 这个常温蛋糕 就像戚风蛋糕是不是 戚风蛋糕如果是像古早味的戚风蛋糕 他就可以放在常温 对 但是只要你有抹上鲜奶油这些 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必须要放在冰箱 除了戚风蛋糕之后 还有什么 或者是古早味的 还有什么蛋糕 是所谓的常温蛋糕 像棒蛋糕 在我这书里面也有介绍 对 Puncake 那个就是最基本的 这么有写了 成功做出马德莲 费南雪 棒蛋糕 咕咕霍夫 松饼 还有乌比派 对 是乌比派吗 对乌比派 我还没有听过乌比派 乌比派他其实就是一个美国 在美国的一个 算是小点心 在家庭的小点心 那咕咕霍夫呢 咕咕霍夫它是一个法式甜点 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介绍 基本上都是以法式甜点的 这些常温蛋糕为基础 了解 马德莲大家就比较知道 因为在那种咖啡店 可以点得到 比较像贝壳 费南雪 费南雪是不是 好像中间有挤一些东西 它是夹心的吗 费南雪它其实跟这个马德莲很像 那主要它的差别在于它的模型 它基本上是用方形的 所以它其实又有一个叫做方砖蛋糕的这个称呼 然后它的差别 它其实跟马德莲 它的这个材料大同小于 但是它差别在于它的奶油 必须它会去把它煮成焦化 有一个焦香味 然后放在这个费南雪 好 刚刚郭老师提到说 总编找他 是因为他觉得说 现在大家对这个超人气的欧美的这种常温蛋糕 大家很喜欢 但是这本书又提到的说 就是希望是新手灵失败 而且好像他有一个 你们这本书我刚才翻了一下 它有它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这本书 这张书它的计划书给我的 就是希望可以从最基础的 我们从我这里面介绍 有11款的基本的书 然后从这11款里面 从最基本的做好之后 11款基本的蛋糕 基本的蛋糕 对 再从这里面再去做装饰变化 然后做一些很华丽的装饰 然后可以做到像 我们可以在餐厅在卖的那样子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就讲最简单 棒蛋糕好了 棒蛋糕一定有基本款的 经典棒蛋糕 然后这本书里面 老师教大家怎么把它做变化 比如变化成百香果乌龙茶棒蛋糕 或者变成第二种变化 酥菠萝起式棒蛋糕 或者第三种变化 双味红豆大理石棒蛋糕 大概就是概念 就是说你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然后再做交汇了以后 然后再做变化 对 比如说像这个棒蛋糕里面 那我们把它做成 把它切片了以后去加成 对 然后加成起来 它就变成酥菠萝起式棒蛋糕 然后我们中间 我们再把上面把它切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再灌一个酷粒进去 它就又变化成一个百香果乌龙茶棒蛋糕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里面教了大家 比如马德莲的变化 费南雪 布朗尼 马芬 咕咕霍斧蛋糕 海绵蛋糕 柠檬蛋糕 然后蜂蜜蛋糕 松饼 乌比派 这些都可以做这样 从基本交起 然后再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但有些像我的话 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明显 比如海绵蛋糕 它绝对是很多变化可以做的 但是我就觉得布朗尼也会有变化 布朗尼就是一块黑黑的 从小大概吃就那样子 布朗尼还会有什么变化呢 对 那布朗尼的话 我们其实 最基本的一个美式经典的是布朗尼 然后把它做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本来我们原本的苦甜巧克力 我们把它换成白巧克力 然后我们的淋面 上面再做一个抹茶的淋面上去 然后它就变化成一个抹茶白巧克力布朗尼 这是一种变化 而且这本书里面教大家四种变化 除了刚刚老师讲的 这个经典布朗尼变成抹茶白巧克力布朗尼 听起来就比较日式的感觉了 对 虽然是欧式 可是只要加抹茶 我就觉得很蛮日式的 然后后来或者是变化 可以变成香橙启式布朗尼 或者椒盐布朗尼佐冰淇淋 要不然就是这种棉花糖肉桂苹果布朗尼 对 因为很多人像我自己 比较不会做烘焙 但是以前问过老师老师说你不会做烘焙 那就从布朗尼开始 因为布朗尼很简单 不然我们今天就从布朗尼开始 我们从基本的布朗尼怎么做 然后再教大家一个变化版 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78页 同学们翻开 没有 78页布朗尼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不好 老师请教大家怎么做布朗尼 好 这个布朗尼其实它的材料 没有几样材料 那其实这些我在设计的时候 这些材料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烘焙材料行 然后可以买得到 好 那这材料里面呢 我们先介绍 这里面有全蛋 然后有砂糖 那这两个 然后再来就是有无盐奶油 最重要的就是它有苦甜巧克力 那苦甜巧克力就是调温的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编排的方式 就是一打开到布朗尼这一页 它立刻就有一个照片 然后呢 马上就给你三个要注意的事项 还没开始教你怎么做先告诉你 第一个糖跟细砂糖要加热到40度 才可以助促进打发的效果 然后下面又特别写到说怎么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point 奶油小火融化到50度 才可以达到乳化的效果 第三个point 动物性的鲜奶油 让高体光滑细致 这是三个你觉得最主要要教大家的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很酷 一打开就有这三个point 这很适合我们做广播来做有讲真答 好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尼 是不是注意这三个point之外要怎么做呢 好那刚刚在第一个point就有说了 那我们在全蛋跟砂糖的时候 我们给它隔水加热到大概在50度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帮助它可以打发起来 所以那我们就是全蛋砂糖 你先隔水加热 加热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它打发 打发起来 它会变成有点乳白色的浓稠状态 那其实要怎么判别呢 你就是用手去把它那个面糊把它拉起来 它不会掉落下来的那个程度 这么稠啊 这么稠 对好 这么稠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我们里面有无盐奶油 然后有苦甜巧克力 这几个这几样呢 我们把它像无盐奶油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煮锅里面 小汤锅 然后把它用开小火把它融化 融化掉 对然后让它融化就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苦甜巧克力 我们用隔水加热的方式 另外一个钢盆里面 另外一个钢盆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打微波 如果家里有微波炉的话 你可以用微波炉把它打微波 然后两个再混合在一起 就是这个融化奶油跟苦甜巧克力 融化以后把它合在一起 对那合在一起以后 再把我们里面还有像蓝木酒 那这都是一个提香味的一个部分 了解 对然后再来就是把牛奶也把它加下去里面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光滑的一个巧克力酱 那这个巧克力酱完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拌回去倒进去原本的那个蛋跟糖 搅拌出来那个乳白的浓稠的那个液体 对不对 对然后你在搅拌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 因为它这个蛋跟糖它打发起来 主要就是有空气进到里面去 所以它会有一个蓬松的效果 对那如果你是搅拌 你把这个巧克力酱这个部分把它加下去的时候 你如果你搅拌的过头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空气就会慢慢流失掉 那就是我们说的叫消炮 它就可能会有会把空气就消掉了 对所以它的失败几率就会增高一点点 那这种失败几率所做出来长的什么样子 待会我就要问一下郭老师 因为也许是我常常做出来的样子 可是我并不知道 因为其实吃起来差不多 到底失败的作品长出来会什么样子 就是消炮消太大的话变什么样 待会来告诉你 别走开 FM10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到底失败的布朗尼 就是消炮太久会长什么样子 我来问一下我们郭老师 今天我们访问是郭世宏的郭老师 讲的是这一本 新手零失败 一次学会人气常温蛋糕 从基础开始学到装饰的变化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布朗尼最简单的讲起 一个简单的布朗尼老师教会我们以后 这个书里面 每个分解图都很清楚 教会以后就有四种不同变化 我们在基础上还没讲完 刚刚老师讲到说 这个巧克力融化了 跟奶油融化拌匀了以后 你要结合到一开始的 就是乳白色浓稠的液体 这个乳白色融化是蛋跟糖 打发了以后了 可是如果说在搅拌的同时 如果你把它搅拌太快了 它就会消泡 消泡的话 那出来会变什么样状况 它出来它这个蛋糕体 就会比较扎实一点点 它就变成是比较没有 像蛋糕的一个口感 那真的是很像我做的 我一直觉得这才是成功的布朗尼 就是说 因为以前我们在美国 有时候我们会pullock 大家同学聚会 然后自己带自己做东西 从那时候我吃到 也许我同学做就是失败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布朗尼 大概就这样 就是说它做出来是 比如说一块砖 很扁的一个瓦片的感觉 很扎实 一片一片这样子 那其实也不见得说 那样子的成品是失败 那其实就是看我们要制作者 想要呈现给客人 或是想要呈现给朋友 是怎样的一个口感 了解 那其实说 我们像很多像在美国 他们在做 他其实不见得 他会把蛋跟糖打发 他可能就直接拌匀而已 那可能你吃到 就扎实的那种 尾文吃到的 这个可能就是 它是直接拌匀 它没有打发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一个 让它打发起来 所以它让它 这个蛋糕体 它还是会有空气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就会有一个 柔软的这种感觉 那像我同学做那种 它是比较紧的 对比较扎实的 吃起来也是 不能刷失败 因为吃起来是一种湿润感 里面其实也是蛮湿润的 那这种 就是说打发 然后做得很好 然后你这样做出来 比较蓬松的 这种不让你吃起来 里面是湿润的吗 还是比较像海绵蛋糕 其实就是湿润 然后又厚实的这个口感 因为这个材料里面 我们用的是像无盐奶油 然后它是 其实是固体油脂 然后巧克力 那其实我们用的是 这个调温 酷甜的这个调温巧克力 然后它都是 很浓郁的一个口感 然后这个奶油 它通常我们在做 像我们在做海绵蛋糕的时候 它只加液体 但是我们这里面 是加固体 所以用固体奶油 它先融化了之后 但是我们搬到 这个蛋糕里面 它等到它烤出来 它完全冷却了以后 它的奶油还会回本 回到原本的固体的情况下 所以它就会吃起来 特别的厚实的口感 那这样讲的话 因为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我们用的是苦甜巧克力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 比较扁的 比较厚实的那种BROWNIE 它用的巧克力 又是不太一样的 对 有些可能坊间 有一些你看到它上面 看起来干干扁扁的那种 它有可能 它在这个巧克力面 它就是用带可可籽的巧克力 它在我们欧美的巧克力专家 他认定 如果你的巧克力里面 没有可可籽 还有可可膏的话 它不能称作巧克力 OK好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整个融合在一起 希望说拌的时候 不要太快或太大力 就是让它里面空气保持 保持保留着 我们再把它做成功以后 接下来呢 第七步了 在接下来就是拌成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最后的低筋面粉跟玉米粉 然后记得要拌之前要先过筛 然后拌进去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核桃 切碎的核桃拌进去 拌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到模子里面 然后我们用这个温度 大约在180度左右的温度 烤25到30分钟左右 因为我看到照片烤出来以后 这个布朗尼的表面 是有点像碎片的感觉 对 不是碎片 应该是有龟裂的感觉 有自然的这样 因为我们用的是 很浓郁的这个小个粒 所以它做出来 它就会有呈现 这样子一个很自然的 这样子的一个粒痕 对 那其实这个粒痕 是这个表面 那个皮 我特别爱吃 对呀 这看起来很特别 我好像这辈子 还没吃过这样的布朗尼 我应该回去试试看 这个 所以 之前那个烘焙老师 应该没说错吧 这种经典的布朗尼 应该是 所有做烘焙的人 应该算是蛮基础的 应该不会太容易失败 可以试试看先做这个 对 好 那我学会了基本以后 那因为今天这本书的重点 就在于先学基本 对 再学变化 对 那我们有四款 不同的变化版 我们是不是请那个 郭老师 你挑一个 挑一个 因为我们四种 变化是 你学会了布朗尼 你可以学抹茶 白巧克力 布朗尼 或者你可以学香橙 橙是那个 就橘子 香橙 柳橙 香橙 启式布朗尼 或者你可以做 椒盐布朗尼 做冰淇淋 或者也可以做 棉花糖肉桂苹果布朗尼 这几种 老师你选一个 跟同学分享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 棉花糖肉桂苹果布朗尼 看起来很特别 对 因为这等于是布朗尼上面 都是装饰的棉花糖 挤在一起 然后上面又有一些 满漂亮的这个巧克力酱化的线条装饰这样子 大概怎么做 我们请老师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是把原本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布朗尼 做好 然后做好之后呢 它其实面糊我们还是一样保留着 然后呢 我们只是把我们在另外的准备这个肉桂苹果 然后我们去把它炒 炒过 炒过以后再把它拌到这个面屋里面去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口味了 就是我们刚刚做经典布朗尼是里面是没有什么 只有核桃嘛 对 现在是没有加核桃 对 现在是加的反而是肉桂苹果 对 我们把原本的这个核桃 我们把它拿掉 那我们把我们把这个另外的材料呢 像有无盐奶油 苹果 然后砂糖 肉桂粉 蓝姆酒 然后去把它炒成肉桂苹果 先把这个苹果炒到软化 炒到它那个肉桂粉 肉桂还有蓝姆那个收干这样子 对 它香气也出来 对 然后这样取代了之前的核桃的话 核桃 因为其实巧克力的蛋糕跟这种核桃坚果类的 它是一种味道嘛 对 就是一种比较经典的味道 经典 他说这种巧克力的的面包 或是巧克力的布朗尼 跟肉桂苹果 我比较少吃这样的组合 然后这个把它放到里面去 它是一种比较解腻的感觉吗 对 那其实把这个肉桂苹果 它其实就是把它炒起来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 他都很喜欢这个肉桂粉这样子一个 那其实肉桂粉跟苹果是最合 最match 对 然后再把它加到这个苹果里面去 它又变成另外一种口味 对 然后我们把它烤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把这个棉花糖 就是小孩子最爱的 那尤其很多妈妈们 如果你要做 你想要让小孩子吃 想要一端出来 小孩子妈妈好棒哦 就应该做这一道 这个是最简单 你把棉花糖摆上去之后 我们一样有原本烤这个蛋糕的温度 我们再把它烤 烤个五分钟 就只要上火就好了 对上火就好 如果说你的烤箱是可以调上下火 就只要上火就好 只要把棉花糖上面烤到有点 带了一点颜色就好了 对带点金黄色 也不用融化 只要有点颜色 它也不算融化 它是因为你把它摆得蛮齐的了 蛮挤的 所以它只会变有点胖胖的这样子 对 把它摆在上面 会跟左右黏在一起这种感觉 对会黏起来 然后我们在家挤一个 那个巧克力酱把它挤在表面 就像我们刷那个大阪烧一样 挤那个巧克力酱 就像刷大阪烧一样 刷上去这样子 应该说挤了 不是刷了 挤上去这样 调一调一调一调 那小朋友看到这个棉花糖 我相信他应该会很疯狂 无法抗拒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教大家 就是说在布朗尼里面 老师觉得说变化板 是可以炒那个肉桂 兰姆酒 苹果在里面 所以小朋友在吃的时候 上面是棉花糖 然后上面又挤了这个 巧克力的那种线条 因为本身棉花糖 其实蛮甜的 其实我们就是把 把这个口味下面的 然后我们用肉桂苹果 去把它跟它中和 中和一下 所以你这一口吃进去 就是巧克力布朗尼 上面是棉花糖 可是里面却是 酸酸甜甜的苹果 对 就蛮解腻的 很酷 这是很适合 妈妈们在这里做 端出来 如果小朋友派对的话 其他妈妈们看到 哇塞圈你太厉害了 对没有错 但其实这样听起来蛮简单的 待会还有什么简单的 基础的面包蛋糕 然后做一个变化 待会再告诉你 别走开 FM03 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 很特别 是叫做新手零失败 一次学会人气常温蛋糕 基础以及变装饰的变化 它有11种的高体的变化 今天访问的是 我们的郭世宏老师 郭老师 我们刚讲的是这本书 里面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布朗尼 然后它的变化 这里面其实很有趣的是 它的基础蛋糕都是蛮简单的 比如说现在讲的 这个是海绵蛋糕 大家讲的海绵蛋糕 所有做烘焙的人 就是基本上最基础的蛋糕 海绵蛋糕 连我吃的那种红叶蛋糕 都是最简单的 那种开始变化的 但这里面 我刚问了郭老师 他说这以海绵蛋糕 做变化的有一款 曾经他还拿过去比赛过 所以其实在家里 大家翻开这本书 可以挑战看看 在家里做一个得奖的作品 这个作品叫炒野莓巧克力渲染慕斯 然后本体是海绵蛋糕 做个变化 可是稍微跟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在家做这个怎么做 好 OK 那其实做这一道 你可以把原本最基础的 这个海绵蛋糕 把它做出来之后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慕斯的时候 你不外乎的最 那个海绵蛋糕 就可以把当做它的基底 对 然后做出来之后 我们再搭配像巧克力慕斯 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个 巧克力的镜面 它这个镜面可以做出来 让它可以连照镜子都可以反光的 很亮的这个镜面 对 然后我们再去用像食用色膏 然后白巧克力的这些 然后去做一个变化 让它渲染出来 对 让它变成很多种颜色 对 因为镜面漂亮是归漂亮 但是在镜面感觉 好像很perfect的同时 你又做了一个渲染的东西 然后这个渲染是 颜色是很丰富的 搭配了像红色黄色橘色 这样子然后搭配 而且最酷的是这个渲染是 你每次做的不一样的感觉 对 你就算同一个人 做两个这个蛋糕 都是不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 所以很有手作风的感觉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这一看就知道 就是你一定是手作 对 就没有办法可以取代 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用布朗尼变化 那种棉花糖 如果是让小朋友 很尖叫的话 那这一款 就是让你的闺蜜 老公看得起来 想要投资你开一家店 因为觉得 如果做错就太厉害了 这款作品 真的是可以拿去参赛 也没巧克力渲染慕斯 所以如果朋友们 你在书店 你正好今天去逛书店的话 你拿出这本书来 新手临失败 一次学会人气常温蛋糕 基础及变装饰变化 郭士宏老师这本书 你翻开133页 先看这个蛋糕 然后回去跟你自己讲 你做得到 好不好 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在家里做的话 你一定拿第一名 因为也只有你 所以永远都是第一名 谢谢我们的郭士宏老师 谢谢 谢谢我们 讲究出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